有邦,他说没有货想买的 什么位买好呢? 上网和纸蚀看多少呢? 其实有邦这只股份 我反而有点害怕 究竟会不会开始是外资 突然对港股有忧虑 因为刚才你不是提到地产股吗? 因为其实之前你看着恒指 当然它也是重要的 但是始终外资会常常看着MSI指数 MSI香港指数是有邦最大的 但是反过来地产板块也很重 变成了这种东西有机会 令外资的资金 我怕它又会引流出去 而且始终大家最近有个对它的负面消息 虽然我自己觉得不应该这么负面 就是说理财聪对它可能有影响 就是说会分掉它一杯羹 变成了有些影响 但是我自己这么说 AIA是其中一个我们挺喜欢的股份 就是长线 我看短线的话 你看看究竟82-83元 就是之前有个列口 就是上年11月的时候 看看那里会不会有个支持 但是你看到始终它一波一波走低了 就是我们之前是当它横行的话 就是大概91到上方100元附近 你现在就走低一格 你预计跌穿就去了9元附近 所以其实你当91减9 其实也很近 刚才说的82-83元附近 我看来是什么 是什么 那你刚才看来就会有点 是什么 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